嗨 早上好 今天我起的比较早 8点钟起床 收拾了一下 工作了一会儿 现在10点钟我已经出门了 现在我是打算走路 到这个利欧富的一个高堡 这个景点就是说 比较高的一个城堡 其实海拔就400多米 距离我还是比较近的 只需要往那边走 大概几百米就到了 过去看一下整个利欧富的这个全景 我看他这个 馅饼蛋糕做的挺好的 我买了一个 当早餐 一个这个一个 一共是99块钱 相当于100块钱 咖啡已经就 通泡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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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给我吗 谢谢 10点钟 先来口咖啡 我就不加糖了 这个糖是吃多了不太健康 我是知道的 这里头是啥呀 感觉有蘑菇还有肉 看一下哦 应该还不错 哎呀还是欧洲好啊 嗯 这可以 这里边是鸡肉 还有芝士 蘑菇 嗯 这个馅饼真的好好吃啊 看来我学别人买的对了 其实拿手拿更快 还是为了装个鼻 利沃夫应该是乌克兰最欧洲最欧洲的城市了 感觉太棒了 你看这种老式的油轨电车 看着 我有空的时候我也坐一下 看一下地图 我好像 嗯 哦 我要走这儿 闹半天 好了 我也要过马路 踏这里啊 哎呀 咱在非洲过马路都练出来了 哎呀 随处可见的教堂 修道院 哎 哪里都干干净净 哎 刚说完不好意思 看到一个废纸 哎呀 做点好人好事 哎呦 哎呀 还捡了个手机 你说这儿 哎 运气不错 啊 你看 这我就不进去了 教堂我已经是不想进了 我也进 进的多了以后 就觉得 没啥 没啥神秘感了 你看 哎呀 生活在这个古老的城市也挺好的 啊 它这些房子啊 都是 百十来年的建筑 就是 好多房子标的都是什么 一九一几年 一九零几年 一九二几年 这样子 你看看 这个房子怎么一看也是 一百多年的 就是那种 爷爷辈儿住这儿 然后孙子辈儿还住这儿 家里的地址一百多年 不需要怎么被编呢 哦 大家伙有钱 还有一个大院子 看到吗 挺好的 你看 再开上一个爷爷传给他的 轿车 感觉这时间 在这些国家 有的时候是禁止的 好了 应该就是这里 这个山包包才四百多米的海拔 你看我这做个好人好事 还把手机给摔了 还好摔的是这两个点 它不影响大局 就怎么走啊 好 就是这儿 看到人家也是早上登山的 那是去锻炼的 好了 找到了上山的 步道 在这个黑非洲国家旅行啊 其实走哪 就包括在首都 有的时候还是紧张兮兮的 就是又害怕被偷 是又害怕被抢 所以说 时刻 其实我相对的都会把这个心神啊 就是相对的要紧绷一点 注意点这个周边情况 是不是 有没有什么突发情况啊 要是风景 咱就扯呼 就这样子 还要关注一下这个国家的局势 有没有动乱 有没有什么内战 有没有什么政变 什么的 还有就是治安状况什么的 都要关注着 也要到了这个乌克兰嘛 这几天 哎呀 它真正嫩嫩嫩的 觉得 哎呀 旅行该有的样子 就是这样子 就是吃的好 住的好 睡的好 然后 哎呀 也舒服 就走哪儿了都安安全全的 人也磕磕磕磕的 哪儿也干干净硬的 这就是该享受一下了 就不能老在黑非洲 老在黑非洲 这个人的这个精神有点累 就这个 就这一段 你看没有 这个利沃夫高堡的这个遗址 就这一截 至于它有多高呢 海拔估计400米 至于它有多老呢 我就不想查了 我害怕浪费电 没有什么用电的价值 主要原因 我就想了 登高望远一下 秋高气爽嘛 是不是 适合登高 哦 应该就那个点了 哎呀 对于我这种 爬过奇里马扎罗的人来说的话 这400米 真的是谈笑间 可以呀 这个景色 好多人 都在这上边 看分景呢 刚好可以转一圈 看到整个利沃夫的全景 我还以为 我算来的早的了 就没想到其他游客比我还早 狗子比我快 到了 哇 这么多人 这是乌克兰的国旗 看一下古城在哪一边呢 就在那边 就没个地儿啊 这个 哪都是人 哦 长得挺漂亮的 我无非就是想 走到最高处 好 原来在这儿啊 刚才没看清 啊 乌克兰的这个国旗 这是东西南北中发财 哇这个金发的妹子 他们这儿啊 他们这儿人啊 头发分三种颜色 基本上 就是特别金的 然后棕色的 还有黑色的 就这儿 就这儿 这个多漂亮 看到没有 嗯 在这儿晒会儿太阳真舒服 还是欧洲舒服啊 刚才小车他们发来消息 因为他们是工作嘛 加旅游 在这儿好像已经待了两个星期了 他们今天坐飞机去这个基辅 他们行李太多了 好多箱子 所以说就不考虑坐火车了 我的话应该是明天吧 明天呢 坐火车回去 回这个基辅 到时候我们再见 我还想呢 要不就是 就坐火车到基辅 然后立马想办法再坐火车 去哈尔克夫那边 就连续赶路 因为 乌干达 乌克兰 乌克兰 乌克兰蛮大的 你知道吗 但是就这几个城市 什么 上北下南 东边的那个哈尔克夫 然后西边的就这个 利沃夫 还有南边的一个奥德萨 就这样再加上中间一个基辅旅行的完了以后就差不多了 现在准备下去了 这边人越来越多 26.55 这边汇率也不错 下山的溜达溜达 这边是一个小市场 当地人应该买东西 买一些什么杂货应该就在这边 看一下 蛮大的 快钻一下感受一下 这是蜂蜜 好像我也没什么需要的 这是那个梅子 我要是晒成干可以吃 这种新鲜的口感不太好 买菜 它这这个物价不是很高 你看这些蔬菜都很便宜的 没有人说的什么那种贵的 它这个比超市要便宜好多 尤其是葡萄 我昨天买了好多 买那些葡萄 葡萄也便宜 有点意思 其实我很想找一个公共厕所 在欧洲就上厕所 是个事儿 不好找 看一下 绕出去吧 不行的话找个大酒店 借用一下 问题都不大 这是卖鱼的 这个是小龙虾吗 正面的小龙虾 他们这也吃这个小龙虾吗 我还以为就我们中国人吃呢 非洲人都不吃 这个出来了 继续溜达 这个建筑好漂亮啊 黎沃夫歌剧芭蕾舞剧院 说是1900年就开始营业了 哇一百多年了 这个这个 确实可以 一般是晚上才开开演呢 这字我也看不懂啊 要演啥的 这边是一个广场 大部分游客都在这 我在这儿照上几张像 好了这个视频到这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现在啊 找厕所 拜拜 拜拜